大家好 国安法已经正式的生效了 而且按照常规来讲 每年的七一香港里边都会有游行的 但很奇怪 今天7月1号 目前还没有看到 关于今天游行的很多的信息 香港警方也针对这次国安法 也出台了一项声明 在香港的媒体上 跟大家介绍一下 本身七一游行 目前警方的态度是反对的 而且七一游行也是民阵发起的 民阵昨天不是已经解散了吗 所以说我在怀疑 是不是游行这次就流产了 这次香港警方非常明确的展现了态度 针对现在国安法已经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然后从这次其游行开始 如果这次如果还有游行的话 如果以后在集会游行中午 其叫口号演讲 内容当中如果有明示或者暗示 煽动或叫唆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 比如他举了几个例子 举港独旗 然后喊叫香港独立口号 甚至煽动台独藏独江独等军属违法 警方会在现场录影及搜证 可行的情况下会做出警告 要求在场人士听从指示 那么警方也可以做及时拘捕 也就说白了就是可以抓这个现行犯 拘捕权拘捕权不一定需要预先做出警告 说白了就是警方可以根据当时的现场情况 警告也可以 不做警告直接拘捕也可以 呃就像我前两天说过的呀 就说香港每一次游行啊 这个举港独旗的 举英美国家国旗的啊 这些旗帜呢是屡见不鲜 这次的话呢 香港警方也非常态度鲜明的 表达了以后再举类似旗帜 呼喊这个什么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香港建国 香港独立民族自强等等这样的 这个无论是语言上也好 或者是这个通过宣传的标语 旗帜横幅啊都算违反国安法啊 呃其中还包括了支持台独 江独和藏独啊 也都属于这个违法的范围之内 那么现实呢警方在集会游行的现场啊 如果发现有煽动叫唆等行为的时候 也属违法 因为这次这个国安法呢 它不光是针对于香港居民啊 它也涵盖了这个在香港居住的外国人 这个就是堵住了啊 像之前的这个很多次游行当中呢 有很多外国人现场有这个煽动 教唆啊 香港年轻人冲击警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 针对这样的行为呢 以后香港警方可以根据国安法 来实时的采取行动啊 呃目前来讲 现在是上午啊 今天7月1号上午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关于香港7月1号大游行很多的信息 包括香港香港当地的媒体啊 也没有看到 呃我们看一下吧 啊 拭目以待 看这次国安法实施之后 第一这个游行会不会办 第二的 第二呢就是这个游行即便是 呃举办了啊 但是当中还有没有人敢公然的挑战刚刚落地的这个国安法啊 好 这个消息就分享给大家